这两天我想了很多我跟老汉之间的一些事情 想什么 我跟他相处的一些事情 这两年来的一些回忆 我觉得可能也是经过这一次 我觉得我才发现其实我对老汉用情还是蛮深的 因为我想到他真的是会笑的那种 好像他没有做过任何伤害我的事情 有什么众活类活 他是会让我放着 他去做 然后有好吃的 第一口跟最后一口他都是留给我吃的 他对你确实很好 这个我们旁边都知道 而且我每次吵架生气 都是他哄我 他都会哄我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算是一个好男人 包括到现在为止 我也不认为他有任何伤害我的行为 可能就是这两年来帮他处理的一些债务吧 但是我觉得那都不重要 那都是外在的一些东西 我帮他处理的债务 我觉得应该也有一点数吧 我也不认为他也不认为他应该不知道哪一些是那个的 但是我不会说因为这个债务对他吵架任何的怨恨什么的 我觉得他很好他值得 确实值得 也蛮感谢他的前面两任 可能就是让我能遇到吧 他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感谢我的前任放过我 让他能遇到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话 确实是因为爱情在一起的 但是可能唯一的遗憾 就是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孩子了 人家出来就准备 真的我想到他 我没有任何的一个不好的回忆 都是笑的 都是美好的回忆 这么多大姐都说他们老坛最好了 都希望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可能也是因为最后这几天 让我对他重新有一个认知 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以前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很乖 我都是带着他跑的 我觉得他自己有债务 他应该要第一个冲在前面 我以前我都是让他冲在前面 我在后面扶着他 就是这种 其实我自己发现了之后 我觉得其实他也在跑 如果他没有跑的话 我们两个能看我扶着他的话 他不努力的话 其实我们也走不到今天 老他已经够努力了 够努力了 确实 其实 你懂怎么说 其实一百多万的债务对我来说 我觉得都会是问题 经济自卖性 只要努力吧 只要他人在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钱都不是 重要的是要 两个人能够 有其心协力吗 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我都知道我要什么 其实我要的是一段爱情而已 我现在我发现我拥有了 真的我一直以来追求的就是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钱是可以挣到的 但是一份真正的爱情可能真的是比较难 就是比较难拥有的吧 但是我现在我发现我拥有了 希望你见过所有的混妆